赖清德上任即将届满四个月 据台湾媒体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对赖清德施政方式持不赞同意见的人 相较于他刚上任时增加了250万人 台湾舆论指出 赖当局施政现困境 未来获大打罢免牌 尬说冷笑话 想要轻松一下气氛 作为双少数施政的赖清德 上任以来成绩如何 反映在民调数字上 看看最新民调 赞同赖清德处理大事方式的为46.6% 但不赞同比例从25.5%上升到38.5% 等于反对者增加超过250万人 而且细看年龄层 45岁以下年轻人和大学以上教育程度者 都没跟赖清德站在一边 此外赖清德当局近来的三大人事案 也备受瞩目 除了女明星贾永杰担任台北101董事长 有四成四支持 算是社会可接受的人事安排 同样数字有44%的民众 却不支持前民代姚立明 出任所谓大法官和台司法机构 副职负责人 另外对于台行政机构前发言人陈世凯 接任交通部门主管 也是不赞同比例居多 杨立明的争议心倒比较大了 因为你知道他翻来覆去的样子 血氧灯的这些东西 他不是什么坏人 但是感觉算就是论功行赏而已 而且那个位置是很重要的 究竟是论功行赏还是政治任命 这人事案民众是否满意 民调数字透露对赖清德的警讯 反观绿营操弄的霸梁行动也形势不佳 蓝营重兵部署全力守护基隆市长谢国梁 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气势更远不如当年 罢免时任高雄市长韩国瑜时期的蔡英文 眼见形势不妙 绿营已着手切割 台湾联合新闻网就发文评论称 谢国梁面临的罢免案 牵动明年大罢免朝和2026县市长选举 蓝绿都担心结果引发骨牌效应 蓝营想维持台立法机构多数及台湾县市的主政权 需全力守住这道墙 避免引发连锁效应 绿营则寄望罢免长弓 至少要冲高票数维持气势不坠 只不过外界质疑 绿营频频操作民粹或反伤自己的满意度 就此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张斌先生 最新的民调显示对赖清德的施政方式 持不赞同意见的人大为增加 与此同时 基隆市长谢国良面临的罢免案 再度演变成蓝绿对决 绿营及罢免方并不被看好 这也牵动明年可能掀起的大罢免朝 和2026年县市长的选举 那么您怎么看赖清德所面临的施政困境呢 赖清德执政到现在将近四个月了 应该说他执政这四个月以来 整体台湾岛内呈现出了一派这样反对的声浪 那么这个反对声浪呢 主要原因来自于哪呢 一个就是他的对内的政策 比如在台湾民众所关注的像能源问题 像这个就业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当中 赖清德并没有给出很好的解决办法 甚至在过去选举期间 所许诺的很多的利益 开的很多支票 今天都完全跳票了 变成了共投支票 或者说呢 在原有政策上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发甲弯 当然了 这也是民进党惯用的一个策略了 就是选前说一套 选后做一套 屁股决定脑袋 往往是到这个施政的时候呢 以前很多的兑现不了的东西呢 恐怕他也就不认了 但是赖清德呢 当下呢 所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 还不仅是岛内的情况 那么包括在两关系中 赖清德从520就职以来 应该说把这个台独赤裸裸地端到了台面上 让两关系空前的紧张 让台湾民众感觉到了深深的一种危险 所以这其实对于赖清德的 这样的一个不满意度呢 也在不断地升高 也就是说 不管是从岛内 还是从外部环境来讲 赖清德的种种做法 得不到台湾民众的认可 而民进党往往又是一个呀 可以说 特别会用政治招数的一个政党 你比如最近罢免这个基隆市市长 谢国梁的这样一个 相应的事件 就凸显了民进党啊 为了一党之力 一己之私 要这个啊 打压对手 利用这种挑弄民意 挑弄对立 输了之后呢 急于想搬回来 这样的一种啊 心态作祟 这样一个对谢国梁的罢免啊 在台湾产生了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 甚至产生了一个极大的 为未来制造政治对立啊 民间对立的一种啊 极大的可能 或者一个恶劣的样板 为什么这么讲呢 你罢免我 明天我就可以罢免你 就会让台湾长期陷入到一种对立当中 而且呢 会消耗大量的社会资源 赖清德 当年包括民进党 把这个台湾所谓的选罢法的门槛 修法之后大幅降低 让这个罢免成了攻击对手 打击对手的一个武器 那我想未来这样的一个罢免恐怕会愈演愈烈 而且绝不简简单单是民进党对对手的一个相应的攻击的方式 那么同样对手也会采用啊 罢免民进党的相关人士的方式来呢 跟民进党进行一个对抗 所以这样的一种趋势呢 随着这样的一个罢免恶劣的开始 未来将会愈演愈立 甚至会造成台湾政治和社会的更大的撕裂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